内衣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 今天再度审查航空城计划案 上星期开会的时候 因为有自救会成员抗议因此留会 今天为了避免再度被干扰 所以会议是改采临时召开 自救会居民虽然反应不及 但是也动员了十多人到现场抗议 过去呢 万少公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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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电梯桌子硬是堵住入口 逃遇航空城自救会居民 想参加都委会审查 却不得其门而入 高分贝 愤怒抗议 一再的阻挡我们从你开始 现在换你们这几个人 一再的在阻挡我们人民的权利 避免都委会审查 又向上次场面失控 营建署高度戒备 就把会议再受干扰 他们所有的权利的时候 已经都提早 将土地征收的小组 其实都有并到 故事计划的审议小组里面 来一并讨论 所以尽量就是化解 双方之间的 大概是有不同意见的部分 看可不可以形成共识 想办法化解旗舰会议 安排居民陈勤 尽管对航空城立场不同 但同事相亲也有赞成 这项计划的民众 替场外抗议者发声 要审查委员仔细考虑 先讲清楚说明白后 我们民众才能欣然接受 你根本没有讲清楚说明白 就要大会去背书通过 只是做了一些建议案 但是因为我的亲友 住在那边 是比较辛苦的一群 当飞机失事的时候 会有一个失事缓冲区 它会将近 大概两公里缓冲区 他们夹这两个跑步之间 很容易造成备安的问题 桃源航空城计划 原定24号就要通过 但因为抗疫民众大闹 会场瘫痪议事 现在审查会又突然 发出开会通知 这就会居民措手不及 只能在会场外再度抗争